2013年,当观众还沉浸在至青春的堕胎疼痛中时 中国合伙人又点燃了大家的希望 在一片叫好声中,新东方宣传片《有钱就是一切》 为富人捧臭脚等争议也开始喧嚣尘上 为此,于敏洪还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则三千字长文 时隔近十年之后,当老周再次观看这部影片 感叹教育行业风云巨变的同时 对电影中的合伙创业这个话题更为关注 那么今天,我就以黄晓明饰演的成东青为视角 深度探讨中国式合伙中的利与弊 相信对每一个人都会有所帮助 自古以来,读书都是农村人改变命运最好的方式 连续三年都高考落榜的成东青 不甘永远都窝在山村里 跪在母亲面前祈求再考一次 在众人为座的祠堂里,下跪成为了一种仪式 压在成东青身上的是几千年所形成的规则 而骑在他背上的那个小孩 又是对这种规则的戏血和解构 在长辈们的劝说和帮助下 母亲终于答应了成东青的诉求 而他也通过自己的努力 逃离了这片贫穷和愚昧的土地 也逃离了压在他身上的规则和仪式 在催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BGM中 提着脸盘抱着被子来抱到的成东青 和许多学子一样 对村外的世界感到新奇 这其中就包括王阳和孟小骏 他们俩在楼上一会儿用英语 一会儿用国语对骂 引来了无数人的目光 而仰望两人的成东青 却成为了这场战斗的受害者 就这样成东青和王阳孟小骏 成为了所谓的朋友 有了一起谈论梦想的可能 可成长环境的不同 使得每个人的梦想也有所差别 所有人都梦想去的美国 对于从农村考出来的成东青来说 更像是一种幻想 所以最想去天安门的他 成为了大伙口中的土鞭 尽管那个年代的美国经历了经济的智障 但无处不在的高楼大厦和强势的文化输出 吸引着众多人去追寻所谓的美国梦 成长在有着两代留美传统家庭中的梦小骏 去美国圆梦 也成为他身上的一种基因和目标 而自诩为诗人的王阳 成天把拜伦的诗挂在嘴边 头上的长发凸显着他的文艺气息和理想主义 与梦小骏不同的是 他实现梦想的方式是泡美国妞 用拥吻和交扣 让这种梦想成为一种现实 即便身边有他们俩影响 成东青依旧不敢奢望去美国 只想去缩短与他们的差距 所以他在看到梦小骏之书 盖部外界的字样后 发誓要读完800本书 横扫燕京大学图书馆 可他在某次自习的时候 遇到了冷酷女神苏梅 有时候女生主动靠近你 或许只是为了那一点烛光 被吸引的成东青 在幽暗的校园内跟随其后 结果换回来的却是 诚如王阳所说的 爱情就像一架录像机 有时候要快进 有时候要倒带 被称为土鳖的成东青 也会有情窦初开的时候 在王阳的怂恿下 成东青想尽各种办法 引起苏梅的注意 爬电线杆制造浪漫 划船时殉情是表白 这些用苦肉计制造出来的浪漫 对苏梅来说 却是一种负担 所以他才会想都不想 一头就扎进了湖里 成东青以为 求爱和求学一样 死磕就会获得成功 看到苏梅跳湖住院后 他再次上演了一场 霸王硬上钩的戏码 感动了苏梅的同时 也感染了自己 换上肺结盒 休学了一年 在此 老周不建议再看的男性们 使用这招 这对女性非常不友好 一起泡过妞 打过架的好朋友 终究会因为梦想 各奔东西 害怕被传染 失去签证机会的孟小俊 带着用自私编织的美国梦 准备打破家族传统 打算以后都定居在美国 而离别时 只有成东青和王阳 哭得像条狗 这也为之后的剧情 埋下了伏笔 校园时光终究短暂 毕业后的成东青 用那别角的英语 当起了老师 在课堂上 如学生般完成任务 或许是为了苏梅和孟小俊 她也努力地去获得签证 可惜两次都被拒绝 只能用仅存的爱国心 找回一些尊严 然而 当她那微薄的工资 无法支付苏梅的资料费时 当她觉得 要补习废太功利 而不敢开口时 成东青内心的自卑和胆怯 在苏梅告诉她 拿到签证的那一刻 全部都展现了出来 而苏梅留给她的 只有最后一晚上 她被上了的缠绵记忆 以及现实面前的热泪 失恋又失业的成东青 在学生和王阳的鼓励下 将悲愤化为动力 在电线杆上 贴起了英语培训的广告 当美国大爷开的店 容不下她的努力时 她又将校舍搬到了废弃工厂 用自己的恋爱经历自嘲 来瓦解教课时的紧张和尴尬 与此同时 被美国妞抛弃的王阳 也彻底失去了自己的美国梦 对她来说 烧了手稿玩起小姐 是对这种梦想最好的反击 等到跟随成东青上课赚了钱 将钞票撒向空中 在KTV中唱着海阔天空时 又是对梦想最好的诠释 而立志要登上时代周刊的孟小骏 等她真正来到美国 发现美国梦是被辞退 是打工时被歧视 生活已经偏离自己理想的时候 她只能靠夫妻互相隐瞒艰心 来保持自己的那份可怜的尊严 经历了美国梦的破灭之后 孟小骏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回来 看到成东青和王阳开着奥迪 拿着电话 业务不断的情景 替他们感到开心时 内心也会失落 曾在机场豪言不回来的她 现在却像一条丧家之犬 所以对于成东青 孟小骏和王阳来说 他们憧憬的美国梦 从一开始就是虚幻的 是分不清东西的迷茫 而在这种迷茫背后 又是对于现实的否定 以及对于中国价值观念的否定 这种缺乏理性的崇拜 被残酷的现实给击败后 孟小骏患上了演讲恐惧症 正是因为这种恐惧 促使她开始一对一辅导签证 因此才有了新梦想的诞生 由此开始 电影的剧情脱离了 文艺青年式的理想套路 走上了升级打怪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后 一些人主动或者被迫地 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中国式合伙 构成了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 一道独特风景线 他们和成东青一样 用小姐心态 寡妇待遇和复联追求 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要想再进一步 就必须企业化 孟小骏的到来 恰好提供了这个机会 她加入新梦想后 首先对教学方式进行了改革 让王阳用电影教学时 带入更多的美国人思维 而对于成东青 孟小骏打算 把她打造成新梦想的IP形象 毕竟没有谁比这位土编 更有说服力 除此之外 孟小骏还强调 公司要以学生为中心 按照老师的评分 实行末尾淘汰制 做到真正的以用户为本 通过一系列的操作 新梦想的学习人数和业绩 都有了质的提升 很快就从破旧的工厂 搬进了崭新的大楼 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 合伙创业也要有一些前提 比如价值观和经营观基本一致 资源和能力互补 能宽容对方的小错误 虽然新梦想看起来 是更接近他们的梦想 但也越来越远离他们的初衷 成为了一种功利和现实的梦 俗话说 步子卖大了容易扯到蛋 他们离梦想越来越近的同时 三人的矛盾也逐渐放大 为了上市 孟小骏提出要进行股份制改革 而土鳖成东青 为了保留自己从一砖一瓦 开始创效的成果 认为自己赚的钱 没有理由变成鼓励 白送给对创业没有帮助的大众股东 所以一直在瞻仰和信任 孟小骏的成东青 打算对他说不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遇到了11S的控诉 为此孟小骏亲自去了一趟美国 遇到了海关的骑士 客户的傲慢 那个曾经的美国梦在这彻底破碎 内心暗自发誓 要新梦想像新浪一样 在美国上市 而股份制改革 可以使新梦想做到产权清晰 全责分明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引进职业经理人 孟小骏正是看到 只有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革 才能促进公司迅速发展 为之后新梦想上市打下基础 作为刘美海归人士 孟小骏的想法颇具前瞻性 股份制改革 可以使新梦想不受兄弟感情的影响 而稳健发展 可错就错在 他不愿意和兄弟们 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以至于成东青 对赴美上市有很大的抵触情绪 甚至增发30%股票给员工 以稀释其他股东 在公司内的话语权 至此 当初齐心协力克服困难 在没有学生的时候 上街到处贴小广告 在工厂改进的校舍 几乎要被强拆的时候 找公安说理 在所有困难来临时 相互扶持的三兄弟 刀尖却在彼此喉咙上越抵越紧 在各种决策问题上 也开始互相找茬 最终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成东青农民式的自卑 孟小骏知识分子家庭 出身的高傲和自私 以及王阳被美国妞的抛弃 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碰撞 还发生在某种暴力事件中 1999年 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之后 国内掀起了反美的浪潮 成东青与在英语学校楼下示威的 愤青理论被砸破额头流了血 这种情况 他们在学生时代也遇见过 那就是将美国白人和黑人 形成的种族文化时 孟小骏和王阳对老教师提出质疑 进而站起来离开教室的愤慨 世诗长贵乎李也的引用 无不证明这是一种传统中国式礼仪 而孟小骏 王阳以及成东青对此的否定 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的一次直接碰撞 但是电影将这种碰撞描写成了一种武力 给我打的背后 是对于传统文化的颠覆 这种对立化的处理 依然可以看出陈可欣的矛盾 就如世诗长贵乎李也和给我打的矛盾一样 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全部 当然 所谓的自由和平等 以及人的尊严 也不是美国梦就能实现的 成东青用身体来护卫朋友之情 也只是用中国文化的仪式来体现 正因为如此 他才被孟小骏和王阳所谓的精英接纳 这有点像陈可欣在《投明状》里表达的观念 那投明状 结兄弟仪 死生相托 吉兄相救 福祸相依 患难相依 而因为南斯拉夫使馆被炸 英语教学机构被冲击 除了中国人身上具有某种劣根性之外 也并不能证明成东青所认为的 只有向敌人学习才能强大的理论的正确性 两种文化的正面交锋 或许只是陈可欣表达美国梦能改变现实的需要 这种迫切性和功利性 也成为陈可欣输出价值观的一个硬伤 对成东青来说 创业办学纯属是被逼上梁山 对孟小骏而言 新梦想是自我价值坐标的重塑 而在王阳那里 合伙创业也只是兄弟情谊的见证 所以在王阳的婚礼上 成东青和孟小骏没法坐在一张桌子上 因此才有了王阳的那份致辞 江湖义气兄弟情谊 往往是中国式人际关系里天然存在的一种元素 然而也正是这种元素 为多数中国式的商业合伙关系 埋下决裂伏笔 或许是为了缓解这种尴尬 陈可欣在这里安排了一场危机 美国一一爱死正式起诉了新梦想 电影中患难见真情 在成东青最困难的时刻 王阳和孟小骏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各自坦诚相待后一起迎接挑战 像极了武侠电影中的江湖情谊 三人意气赴美 在德里不饶人起傲慢无比的美国人面前 成东青用市场换版权的激昂论点 说服了一一爱死 别小的英语从黄小明的口中说出 表面上看是在表达一种不满 实际上却是对中国现实 中国成功的巨大讽刺 在擦屁股都嫌硬的绿卡面前 在赚钱移民要黑下去的误解面前 美国梦带着对自身的阉割 打上了可悲的励志符号 而影片最后 成东青以孟小骏的名义捐赠实验室 以及新梦想最终在纳斯达克上市 都在彰显着一种扭曲的价值观 而中国合伙人的创业励志故事的背后 终究只是某些人爆发护士的意淫 随着光阴的故事的音乐响起 于敏洪 徐晓平 王强 张朝阳 王石 杨岚 甚至还有老干妈的照片 出现在观众面前 这些或许会唤醒某些人的记忆 或许会让某些人发愤图强 但在这种梦想的裹挟中 不得不思考成功到底是为了什么 从36块的土鳖到63亿的教父的注解 到最后变成了中国群像的励志 他们或者曾经是土鳖 他们或者现在是教父 但是在一个尊严受损 功力追逐的中国梦面前 所谓成功 只是他们面带微笑 仪式般的跑马灯的鼓风自上 年轻的时候 我们总想改变世界 但等走了很久才发现 这世界让我们变得不像自己 丛林时代的创业员最无法忽略 只能尽量体面地解决 而赢得大量财富之后 如何获取理解和尊重 也需要慢慢沉淀和学习 回看现在的这些创业教父 尽管他们一时无忧 尽管他们早已财富自由 但他们的言行 以及中国合伙人所凸显的价值观 真的是我们应该追寻的吗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此为止 如果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 给你带来了哪些回忆或者启发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进行交流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